我们来看单位第八题 这题答案我要改 我要改成送分 为什么呢 这我解释一下 当你看到说 哪种免疫细胞 具有辨识自我与非我 辨识self or non-self的能力 是谁 你就会想 当时在高一我们学到 第三道防线 第三道防线有以下四大性质 一它具有专一性 所以第三道防线又叫专一性免疫 叫专一性 第二个叫做记忆性 这也是第三道防线很重要的性质 我的第三道防线的细胞 都可以产生记忆细胞 例如辅助T细胞 可以产生记忆辅助T细胞 包毒T细胞可以建立记忆包毒T细胞 而B细胞可以建立记忆B细胞 它具有记忆性 第三个性质叫多样性 指的是 你看外来的抗原这么多 那我怎么对方这么多种抗原呢 你就产生很多种辅助T细胞 很多种包毒T细胞 很多种B细胞 产生不同降细胞 产生不同抗体 就抵抗这么多样的抗原 所以它具有多样性 第四个呢 就是敌我辨识 其实就是题目所说的 自我与非我的辨识 叫敌我辨识 self or non-self的辨识 我们讲到这里 大家就觉得 所以敌我辨识 是第三道防线有的 你特别注意到 第三道防线有这四个性质 不代表这四个性质 只有第三道防线有 像敌我辨识 第二道防线跟第三道防线 都要有 不然你就自己人杀自己人 不行 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题目 什么免疫细胞 具有辨识敌我 自我跟非我的能力 答案是 全部 第三道防线 辅助T B细胞 或是记忆性细胞 AB珠 都是第三道防线的细胞 第三道防线细胞 本来就有敌我辨识能力 所以 AB珠 已经是对的 那吞噬细胞呢 像什么四中性白血球 巨噬细胞 是第二道防线 对不对 他也必须要敌我辨识 不然你的巨噬细胞 一直吞自己的健康细胞 那你不就被自己的细胞吞掉了吗 自己吃掉自己 那就生病了 所以这一答案 其实是全部都有 可是这单选题 那我至少送分了 全部都对 你的免疫细胞 都会有所谓的 敌我辨识的能力 不然就会自己人 杀掉自己人 好吧 所以敌我辨识 第二第三道都有的 以上是单选第八题 还有没有问题 那是不是这一题我先关掉